大家好 猜猜我现在在哪里 我现在就在越南的河内 也就是明天2019年2月27到28号 川普和金正恩将会在这个河内这边 进行第二次峰会 那现在目前的话 这边的话很多人都在做 都在做精心的准备过程中 看看这里 晚上这边还有峰会 还有这个这个后面的这个电视屏幕 大家知道不知道 现在目前在在越南在越南互联网是自由的 你当你一跨入一跨入越南的国境的时候 然后整个网络就是自由的 你可以随便访问任何的网站 包括Google Facebook Twitter 对吧 当然如果在海外的话 把人一听到这个东西 这不是本来就这个世界的样子吗 本来就是没有现在吗 但是在中国就不是这个样子了 在我刚才说的这一点就是 让大陆的目前还活在大陆里面的同胞 知道目前我们现在状况 那我因为明天这个峰会的话 就开始了关于具体谈一些什么内容的话 我们就不用我也就不想做太多了 顺便给大家看看后面真的游街了看到没有 那个很多的那个活动的这个车来来玩玩的 看到吧 这个因为这次也是越南聚焦这个全球眼光的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机会 也许是当成现场越南的一个名片 那我现在从我入境 从开始入境到现在 从我踏入到越南口岸 然后一直到现在就差不多三四天时间 那我自己个人的感受就是 目前的越南的环境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样子 为什么在 也许像西方民主国家或者包括也美国 为什么会选择 以越南这个国家可能作为这种峰会的一个利点 是确实有一点原因的 因为越南呢 确实正在改变 而且非常大的改变 其实基本上已经是 已经是正在慢慢真的是走向民主国家的那个趋势 因为就是越南总理好像也宣布过了 就是在2020年 也就是明年开始可能会进行普选啊 是吧 然后问题是在实质上 在实质上现在除了一党以外 其他方面好像都已经各方面都已经做的 基本上已经非常接近的这种民主国家 我现在我从路中的 基本上我一路的见尾我给大家稍微感受一下 因为我刚刚还没有踏出国民的时候 很多人就说 因为大家都知道中国跟越南曾经有过这个战争嘛 有夜战啊等等这些问题的 然后很多人会讲到就是你进入到越南这边呢 会不会有个人安全啊等等这样的问题 会不会本地人不够友善啊等等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我就我就以我实际的感受来讲 我个人感觉越南这个国家的话 对人非常的友善 而且人家非常文明非常有素质 我我先讲一个基本的个人感受吧 比如说我在踏入踏入这个越南的河口口岸的时候 因为我我刚刚到我我一踏入一立足到这个河口的那一瞬间 我我一踏入瞬间 第一个手机就马上就没有信号 没有网络了对不对 然后呢怎么办 这怎么办 没有网络 然后然后的话到处都是越南的越南语 越南语我也看不懂是吧 越南语我也看不懂 然后口岸那边 Hello 越南口岸那边的话 他他呃刚进入口岸的时候 他也不是说也不是说大城市嘛 因为那口岸呢也是一个一个镇嘛是吧 然后然后呢 在那镇里面 然后我就我就我就网络也没有了 然后我也不懂得 呃不懂得去找谁 然后一下子就很很茫然很茫然 然后后来我就走了走了一趟以后 我就到了到了一个饭店 到一个饭店 饭店老板的话也不太会英语 但是但是我手机也没网络 我就介入借助他的 借助他的 呃 呃 饭店的Wi-Fi 饭店的速度 Wi-Fi都很快 现在整个越南的情况都一样 网速都很快的 Wi-Fi都都很开放的 你走到哪里速度都很快 然后我上网以后 上网上网上网 我们的感受 对就一踏入口岸 就是在就在口岸的那一条路 在那条路就是一个封锁的世界 我们是没有机会 获取任何资讯的一个一个国家 一个大圈域 一踏入到越南 马上变掉马上变掉 我现在买了一个手机的话 也是互联网也是输入很快 啊 然后的话价格也很实惠 然后吃的东西 越南这边也还不错 而且价格也很实惠 然后我在越南那个小饭店吃完饭以后 然后就跟老板说我要去越南的一个城市里面去 然后他问我在哪里 那我也我也什么都不懂 然后就拿那个地图 然后点着那个中文的地图 当时还有就是 然后我上面看到河内 然后就把地图给他看 然后他后来的话就直接帮我联系了 这个那个车主 然后然后的话我就跟着车 然后就过来了 那那在这个过程中你看 我后来在上高速公路上 一路一路过来 一路过来的话 在 Hello 这里很多人现在很多人都在看这个 而且有的人以为我在 我在 我在 是不是 报 是不是那个电视台的记者 对 那我现在只是 把 把 把越南的一些基本的感受 或者是一路过来的 这个建文稍微聊一下 因为明天刚刚好他这个峰会在这 然后今天特别的热闹 你看到处都是人 平时也是很多人 但是没有没有像现在这种这种这种 要有重大的事情在这个国家发生的这种 这种喜庆的这个氛围 平时可能是没有的 然后今天的话情况差别很大 然后 然后呢我就在一路上 一路上的话就是在高速公路上 在高速越南有一条路 直通从从河内一直一直通到 从从那个口湾一直通到 通到这个河内城市高速速度是非常快的 非常快 然后也路的话还都一样的 跟国内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 也是很平整的这样速度很快 然后一路上我就在路上 在汽车的在汽车上就有免费的 高速的WiFi我就可以我就有机会了 我在车上我就可以看视频 就可以就可以跟跟外面的世界联系 我就可以在推特上一些朋友 我就可以跟他们发消息啊 然后打个招呼啊 说说一下我现在已经已经出来了 就这个样子 那关于关于就是大家心里 很多人感觉就是到越南这边 到底是不是真的很友善啊 这个情况的话 我讲我自己个人的一些小例子啊 但是还有就可能在 因为毕竟是曾经有过战争啊 等等一些一些情况吧 可能因为你也知道像越南这里也是 从原来社会主义国家嘛 社会国家那一套大家都熟悉了 我们也就不需要讲太多的是吧 洗脑洗脑啊 然后宣传这个意识心态东西嘛 是吧 肯定是有的 但是但是这个东西其实跟跟当代的年轻人 没有什么关系 跟当代的年轻人根本就没有任何关系 因为在互联网的时代的话 现在那个早期的那个东西 或是很多那种狭隘的这种民族主义情节 这东西早就已经完全过去了 你现在的话你不管跟任何人 你跟任何的本地的越南人 你跟他们交流的话 人都非常友好 而且我还发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越南这边的话 英语普遍比中国要好很多很多 不是说因为 不是说因为越南这是旅游城市 然后的话我在这边 因为要消费啊 然后店老板啊 会一些英语 不是是普遍性的普遍性的 而且能够讲得非常流 讲得非常流利的英语非常流利 然后跟跟西方大家看好 我们的街上到处都是西方很多很多 很多人在这边旅游 很多人在这边旅游 就是因为他这个本身的话 国家可能是比较小 然后景点多嘛 他地理位置也有些特殊啊 再加上早期一些文化文化的原因是吧 以前早期有法国的殖民地啊 然后有一些法国的一些文化在这边保留着 然后又有美国啊 中越之间的战争的时候 有有有有美国啊 早期的话美国美国也参与啊 跟社会主义战争啊 然后也也有一些西方的文化 会不停的进来嘛 是吧 所以所以越南这里文化是比较比较多样化 是比较包容性的 然后再加上互联网 只要互联网放开 中国都一样的 只要互联网放开 什么东西都会改变 如果互联网封锁的话 这个国家你再怎么弄都没用 你靠教育去说没有用 你要实际的感受 就是当你在更自由的世界里面 自然而然的去跟人家交流的时候 那民众的名字自然会开启 是不需要你去担心太多这方面的事情 这是我最大的感受 就是越南越南的这边 因为其实跟香港啊 或者说台湾也是一样的 我跟你说我对台湾或者香港 或者包括海外华人的感受 其实早期印象不是很深刻 因为在中国的时候 当时是中国那一套 然后有一天的话 你开始会翻墙去查一大量的信息的时候 吓了一跳 然后世界真实的世界 跟共产党现场那套完全不一样 所以一下子感觉很崩溃 头晕了几天 然后后来的话 就慢慢去尝试着去接受 各种各样多元化的信息以后 然后呢 然后自己又去学英语 然后你翻墙以后 又与阅读英文类的资料啊 然后去去听一些资料 Hello 像现在有的时候看到 在也有很多台湾香港现在的年轻人 因为因为人是一样的 我在这里再说一下 中国人是一跟外国人 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没有分别 但是你要环境要让它放开 要松吧 不要再活在一种恐惧的环境里面 不要受到太多的这种政府的限制 政府的干扰 你要成为一个自由人 在一个自由人的世界里面的话 人是不会有太大差别的 所以有的时候你感受 比如说越南人是不是很狭隘啊 还是怎么样啊 是不是动不动那种 就是想很玻璃心那样的 一说到这个事情的话就打气到你了 没有这么一回事 越南人我通过最近的 因为我跟越南本地人很多 因为类似像我这样 你看哈 我就背着这样一个包的 一个一个一个包 一个登山包这个 背着包 这种自由行的就是个人的方式 出行的方式 旅店里面有都是船尾哈 有来自全世界各地的人 然后跟他交流 都都很友好 人都很友好 很好相处 人很有礼貌 然后很多细节方面 你也可以交流到很多 看不到的东西 以前可能在国内 可能听不到的一些信息 对不对 然后最后我再顺便谈一谈 关于这个越南这个国家的未来 会怎么样的一个走向 我心里就稍微 以个人的这样观察 或者以旅行者的这个角度 然后来对比我们自己的国家 我们我就稍微谈一谈我的感受吧 大家都知道一下 好像现在越南的国会 现在就已经开始是明显了 是吧好像 然后的话那个国会议员呢 是吧 应该是相当于人大代表那样的东西 是浮显 然后2020年的明年到时候 在全国大浮显 那那然后 然后的话民众就开始有权利去决定 自己国家的领导人是谁啊 是吧 然后这个这个已经是慢慢慢慢的 就已经是往西方的方向走了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 关于就是户籍制度 大家都知道在中国户籍制度 户籍制度好像今年已经取消掉了 户籍制度会带来什么 限制你的人人口流动 对吧 就像我们小孩子为什么会 很多在国内很多年齐 小孩 然后被迫的骨肉分离啊 年纪小小的 仍在农村 然后自己的城市里面打聘 连个落脚点都没有 好像就是一个永远都一个飘移的人 你的家是绑定在你身上 不可能小孩子不可能跟着 跟着大人到城市里面 享受正常的这样的教育 学校有很多限制很多门槛 你不是本地户籍的 需要高价费 那有的人承受不了这种高价费 小孩没有权利接受教育 那至少就是一种不平等的状态 是吧 我在网上看到好像 像越南也是也是那个教育啊 还有这个养老啊 是吧 呃 还有医疗好像也都是免费的 是吧 跟正常的民主国家一样的 然后再加上现在目前的整个大趋势 因为民主民民主国家 它肯定是注重企业精神的嘛 是吧 那比如说 关于 呃 后来 那那在一种民主的国家里面 肯定人家会 企业在这边 假设在投资肯定是 更加安全一点了 对不对 它不可能说因为 因为这个专制国家 诶 某一天政府随便推出一个东西来 就把你企业 吊销了 或者找各种借口的 因为查消防啊 这弄的你 企业这样积钱不拧的 都不会这样的情况 因为 人质的环境就 就没了嘛 是吧 所以 从长眼来看 这个越南是非常有竞争力的 一个国家 以后 也许大家未来 未来的话 有的企业如果想在这投资 当然 越南也是一个不错的地方 也可以 也可以做这个尝试 呃 那 其他方面的 事情呢 我就暂时 先讲到这里 我们希望这个 接下去的这个 川金会 大家能够 看到比较 我们希望看到的一个结果 就是 如果 如果未来的话 那个 朝鲜啊 我们也希望 当然也希望 国内中国也一样的 慢慢 慢慢的开始 要 要启动 其实 启动政治改革 就是已经迫在眉睫的事情了 不要去 老是去打压 像我这种 说几个良心话 东不能就把我关了 扣了 东不能威胁 没啥意思 但是实际的去做 那 这个 推动国家的走向民主 是所有中国人 每一个人的责任 包括你在 你 你做的职业是什么 你做的 是哪怕是体制内的 那个 一个公职人员 也是一样的 因为那个所有人 是大家的 如果你要是愿意 如果你不愿意 適当的 去尽自己的一点点的努力 然后把所有人的力量 聚合在一起 慢慢就推动它 那这个国家 将会变得 越来越封闭 也看不到什么未来 如果你想要未来 你需要自己努力 需要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我也希望未来的中国 未来的朝鲜 未来所有的受到专制 体制迫害的这种民族 都能够开始有的自己 美好的一天 委内瑞拉也现在 现在也已经开始慢慢过渡了 很多国家已经开始 承认这个临时过渡政府了 我们希望它很快 恢复到一个正常的一个状况 我们希望我们的未来 我们中国的未来 也有很美好的未来 谢谢大家